我看過... 王王 不好意思,我就是看那個DVD 還沒有機會去戲院看 非常好一個電影 我非常喜歡看到這樣的 國際合作 感覺很自然一點 不像是插起來的 很為他們高興 那星傑要不要講一下,因為你其實 好像是二順 評審在討論的時候 你跟楊彥彥 競爭到最後這樣子 其實我 一早就說過,我覺得 入圍就是肯定 然後其實每個演員 你去看他的電影都覺得 他是演得很好 我並不會因為盡管我沒有拿槍 而對我們的電影或是我的演出 有任何的懷疑 因為我覺得能夠在我這個時候 遇到圓林這個角色 我已經很滿足我的經歷了 謝謝 還有很好的老年 對 我的張媽 張姐你這樣 算是看著他長大 然後你又看著他演出 你有什麼感想要對他講 其實這個角色我覺得對星傑來講 是有某種的挑戰 因為他裡面會不會講英國的 然後他也要演一個在歷史中一路走過來的一個角色 是他自己沒有 特別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需要去花時間去學習的 所以在這段日子當中我看到他自己的努力 然後我覺得再加上我覺得舒宇 舒宇是一個非常難合作的一個導演 他要求非常的多 他很會挑毛病 那是真的 但是他真的是滿會很細節的挑出一些 他覺得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 所以在那些當中 我相信我們任何一個演員 因為導演的要求 會有很多的 那張姐要不要講 那張姐要不要講 張姐婉拒已經馬上講的 大家有什麼話要講 我不是婉拒 我真的是感覺 其實我覺得 我很希望 很多時候 給很多年輕人更多的機會 但或許也是我覺得 或許會不會不會得獎 這樣不是很糗嗎 我真的覺得說 其實 我再拿一個獎 對我來講 只是再拿一個獎而已 可是對很多人如果拿那個獎 可能對他來講 真的是會改變他很多的 不同的一個感受 而且對演戲他的將來 會有很不同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 應該把這個機會讓給別人 而且我也覺得這個角色是 不是個配角 他是他的分身 他是主角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但所有媒體看完之後 都說你可以講 應該是 耶 那謝謝所有的 謝謝所有的朋友們 對我的肯定 那麼謝謝你 那張姐這樣的想法 會影響之後 比方說你有新片 當女主角 甚至當導演之類的 因為都拿過 那會想說 那一樣把機會讓給別人 然後以後都不想要爆了嗎 說不定喔 對 因為我覺得拍電影 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快樂 對我來講 真的現在 我年紀也不小 我有一天的機會 我都覺得對我來講 這是最珍貴的 就是在現場的那種快樂 煩惱 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個真的那個過程 對我來講 是最美好的 而不是說我們之後 來了以後要 得著講的 我覺得 最開心還是 你的整個的過程 對 那林安導演 我要再講一下 你說你看過這個片子 然後覺得他們的表現 跟你自己覺得說 因為台灣比較少 這樣的跨國 跨國合作的 我覺得非常好的現象 常常那個 跨國的合作 有點硬棒棒的 硬差的那種感覺 常常 可是他們這個不會 而且他故事本身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各國人的合作 我都是 亞洲人比較多 而且非常自然 非常融洽 就是一部 應該發生那邊的電影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看到 更多這樣的電影 非常的 非常鼓勵 如果你今天是平等 該有多好 真的喔 好 謝謝喔 我們今天記者會好 好 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不能用講來評 那個 那個 絕對價值 雖然講 高興失望的 很難免 對 對 忍之長情 沒有辦法 真的他們那個作品 就非常的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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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